再玩蔬果 再去看一下这个蔬果区的这个石柳和果山 上一次给它打完顶之后 现在的这个侧芽又长得好高好高咯 看这个石柳 每一个打完顶之后都长出两个这么长的这个侧芽了 这个侧芽现在我再给它打一次了 这样垂下来的话全挤在下面不好看 这样让它全部再长出侧芽来的话 到时候就是一个棒棒弹形 应该好看 这样就打好顶了 是不是这个租芽更好看了 再来看一下这盆果山 大家看之前那么瘦肉的枝条 现在这么粗了 快有我的这个手指粗了 这个侧芽的话也是长得很高了 不过就感觉它不够陌生 所以现在的话再给它打一次点 让它再长出侧芽来 这样的话才更加的陌生 把顶的话不仅可以让它更好地长出侧芽 而且能让这个枝条增出 作用还是很大的 再去看一下这个管帘 管帘开了一朵花之后 又冒出新的花蕾来咯 看这一个晚莲 这一朵花因为放在外面淋雨 所以没关上多久 花瓣就掉了 看到了吗 而这一个花苞的话 还没有绽放 这个地方大家看 又长出一个花苞来咯 一点点火彩头 看到了吗 所以这个晚莲的花期也是很长的 开完一朵又会长出一个来 这个晚莲旁边的碎莲也是一样 一直都在开花 现在有一个花蕾已经是露了头了 还有一个花蕾马上也会露头咯 那是不是也不看到了 这一个花蕾 就是 administrative 本当什么 就是寻开